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说 魔柱师吹一下这个牌就变了 他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这边扑个牌给大家看一下 等一会我们就来吹一下就变了 普通的牌没问题 OK 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呢 这样子随便把牌切一下 那我们就随便拿一张牌吧 比如说就拿这一张 这一张这一张牌没问题 拿起来 拿起来之后它是一张什么 方块钩是不是 不要掌握 方块钩在我的手上 吹一下来看一下是不是变了 来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变了 非常神奇非常不可思议 好 这张黑桃5 好 为什么这样 吹一下它就变成黑桃5 好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好玩的小魔术 来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小学时间 为什么这个扑个牌 吹一下它可以瞬间变化 我没有换手指 依然是食指跟大魔术拿出扑个牌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魔术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把两张牌拿在一起 两张牌拿在这里 观众看不出来 然后食指跟大魔术拿着牌 往前一晃 或者是吹一口气的同时 好 中指瞬间伸出来 把它拉到后面去 像这样子 这样子看起来就瞬间变了 原理就这么简单 来学会的观众 我是小东 带你闻魔术 带你闻魔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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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